610这一单确定 直接在C点底下开启 有两个档案 第一个的话 它要我们先开启 这个6-1新书资料 所以6-1先把它开启 开启之后的话 要先由A到Z排序 然后将资料转换表格 所以这边的话 先做 第一个的话 我们先把这个资料表转成表格 先把它全选 Ctrl加A 接下来在插入里面有个表格 叫文字转换为表格 这边的话 两栏没错 在定位点 所以这边的话 按确定 资料就转换成表格 接下来的话 我们在常用里面 要做排序 常用里面有个A到Z 那我们这地方的话 排序的依据是 按照 它要我们按照这个 按照书名 所以这边的话 把它改成书名 书名的话 比划 然后这边递增 递增 这个地方按照 用预设就可以按确定 那就A到ABCD这样的排序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就完成了第一题 所以这边的话 就把它做一个存档 那存档 它要求我们 把它另存新档 存成WPA-01 好存档 再来的话 开启第二个档案 所以这个档案关闭 第二个档案的话 把它开起来 开启 第二个档案 接下来的话 第二个档案呢 要在这个第二个段落 插入四乘三的表格 所以第二个段落 这边总共有两个段落 我们可以放大来看 第一个段落 第二个段落在这里 然后呢 我们就选择要插入表格 所以这边的话呢 四乘三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是四乘三 你可以这样 呃 四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找到四乘三 这一个四乘三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的话呢 要设定 列高 蓝宽 还要自中 那存档也要自中无框线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就全选 全选之后的按右键 右键有个表格内容 我们一个个来 首先的话呢 可以先从表格的自中开始 所以完成表格之中 可以把它做一个 做一个这个 呃 这个记 这个把它记下来 这个把它画起来 再来的话 列的话呢 我们指定 这边的话设定 设定为 5.2 那列的话呢 我们就设定为 这一个 蓝宽的话设定为6 6公分 接下来储存格 要自中 所以1 自中 2 5.2 3的话 就是6公分 单位的话6公分 那储存格也要是自中 好了以后呢 按确定就可以了 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它就会按照我们的要求去做 做变更 这边 自中 5.2 设定 设定 这边的话6公分 这边储存格至中 按确定 那这样的话呢 就套用上去 套用上去之后 最后还有一个无框线 那无框线最快的方式是直接从设计里面找到这个框线 然后找到一个无框线 这样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呢 就不会显示框线 不会显示框线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来第三题 利用合并列印功能 将新书的封面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找到邮件 然后合并列印 这边用信件的方式 合并进来 信件 然后选取清单的话 选择11点底下的这个 第一个档案 第一个档案 那我们刚刚有设定第一个档案 好那再来的话 要把封面加到里面 特别注意现在没有框线 或者如果说框线看不清楚的话 我建议是最后再去改 那框线部分的话呢 可以先有框线 最后再把框线取消掉也可以 那这样看得比较清楚 那储存个位置 刚刚做了设定 可是没有改 不过也可以从这边去更改 可以 中间这一个这样也可以 那一定要放在这个位置 最后再把那个框线去除 除掉也可以 接下来的话呢 插入那个封面 所以这边的话呢 在邮件里面呢 我们找到这个封面 封面 封面的部分的话呢 要做一些设定 它要包含就是 这个设定 这个部分就是 在封面这个地方的话呢 要加入阴影 所以这边的话针对这个文字部分加阴影 那我们这边的话呢 就可以从那个框线 框线集往底那个地方去 那可以从那个这个表格工具里面找到设计 那框线部分呢 其实可以从框线集往底做进一步设定 那题目里面要求就是要用这个阴影 阴影 所以这边的话找到阴影 然后呢 粗细的话是二又四分之一 二又四分之一 所以二又四分之一 点一下 再来的话呢 它要紫色的 所以色彩部分呢 就要把它改成紫色的 这个紫色的 好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这个设定 按这个地方 最后有一个重点就是说 我们要套用的 不能用储存格 不是在储存格 而是要在文字上面 所以最后这个地方是最容易出错的 好在文字地方 设定 那个封面的 这个效果 按确定就可以 那最后看起来 看到是这样子 那就把这个部分 再把它复制起来 复制之后的话贴过来 但是前面还要再加一个变数 就是下一笔 否则的话呢 我们看到的也会是同样的 同一本书 不会是下一本书 那同一本书的话就把 如果要下一本书就在前面的地方 在规则里面有个Nest Rekord Nest Rekord 就可以了 那同样的方式把这一笔资料选取 选取之后的话呢 Ctrl C 再到这两个把它贴上去就可以 选取就可以贴上 那这边也是一样 底下的话就把它选 通通选取起来按贴上 这样全部都贴 贴上完毕之后预览一下 预览可以看到 那如果看到是这样的效果表示 应该是正确的 不过特别注意最后框线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框线做完毕之后的话 选取之后呢 再把它怎么样呢 再把它 记得要把它取消掉 所以框线的部分呢 记得要把它改回无框线 好无框线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 把它存档 这地方另存新档 把它改成WPA-2 最后再把结果输出 所以邮件完成 把它输出 合并到新的文件 这个文件合并出去的结果 看到就像这样子 这个是最后的结果 那没有问题的话呢 就把这个也把它另存新档 WPA-06-3 所以这边的话 就是输入3 按一个储存 储存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来评分 再把储存4 要储存 好了以后的话呢 我们就来评分 这边的话可以找到 第六类的 第最后一题 最后稍微检查一下 特别注意 这个Network这个地方 不能够有加入这个格式 所以正确应该是 把这个选取 应该是先选取 然后贴上之后 在前面这个地方 加入一个Network 下一笔 出来应该不要有格式 如果要避免要有格式的话 这边可以在这个 在封面加之前 贴上之前 先加一个Network 然后在后面 再把这个封面的部分 把它复制 在Network后面呢 再贴上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复制 其他部分都一样 把这个 这些贴上 其他这些都是同样的方式 把它贴上 看一下预览结果 那这样的话应该就可以平到满分 把它存档 存档之后再把它合并出去 合并出去 变成这个再把它存档 存到C碟底下 第三个 那因为它的细节很多啦 所以有些小细节 如果没有注意到的话 要平到满分 就会很困难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平到满分 没有问题 因为还有 就是那种 优优独播放